許多家境不富有的學生為了貼補家用 有時候會利用時間在校供讀 領取校內的獎註金 不過最近宜蘭南澳高中卻被爆料 供讀生的時薪只有七十元 沒有達到基本工資一百二十元 但校方出來喊冤 表示一直以來是沿用九十八學年度 所頒定的供讀獎註金要點 並且他們的認知是以獎註學金性質 而不是以供讀金作為發放 發現不符合勞基法規定之後 就立刻召開校務會議進行修正 九十八年的時候在校務會議 通過一個獎註金 那結果到了今年的 今年一百零四年的八月的時候 就可能有人陳情 說我們這個就是好像不合時宜 後來勞工處有來我們學校來看 宜蘭縣勞工處到校稽查 認為只要是有勞務與所得的對價關係 就要照勞基法走 因此對南澳高中才罰兩萬元 校方也立刻改善 並補足學生英領的差額 它本身是有勞務跟心體之間的對價關係 那其實已經是屬於 那個有部分公司的這樣的情形 那基本上它就是要符合勞基法規定 學校也已經在今年的十一月初 修改要點來符合最低工資的部分 每小時跑到一百二十塊元 不過翻開教育部學產基金辦理高中學生的公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裡頭僅隨著政府調漲基本工資做修改 至於勞基法內規定的勞健保與勞退金都沒有列項規定 學校也難以適從 而教育部秘書處表示 確實會將勞健保裂點 但學校應該自行吸收 如此一來由於總體預算不變 是否將排擠學校的預算 而導致學生權益受損 恐怕是工部門要進一步思量的 記者寫故 貴魯魯魯一蘭南澳採訪報導